好 另外来看到是这消息令人相当遗憾 这是八音才子之称的霹雳布袋系前副董事长黄文泽 昨晚金传病逝享受67岁 家属已经低调正式消息 目前打算在家中摆设灵堂 而事实上不久前霹雳 国际多媒体就发布人事异动 黄文泽从副董事长的职位卸任 很多人就担心他是不是健康亮红灯 如今传出病逝让姓名相当不舍 这个声音布袋系迷绝对不陌生 八音才子黄文泽堪称是霹雳布袋系 从实验闻到素环针 引发全台狂热的背后重要推手 没有想到却传出遗憾消息 12号晚间传出黄文泽因病逝世 享受67岁 家属低调正式 目前只在家中摆设灵堂 未来追思活动将由霹雳国际多媒体 统一对外说明公布 热爱布袋系配音工作长达三十年 为了今年初上映的素环针 黄文泽更是全心全力耗时十个月的功夫 甚至曾经三天三夜没睡觉 黄文泽推广布袋系 从电视到电影帮超过三千多个角色配音 已经是许多戏迷信中无可取代的声音 如今人生羡慕 不少人感到不舍 但他的经典作品将永远留在戏迷信中 记者众部道